日本推出胸罩口罩 欢迎收看4月7号新闻最正点 今天是行动管制令第21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冰宴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国内新闻 80人出院 卫生总监若西山今天宣布 大马新增170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3963人 新增1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63人 不过也有80人治愈 累计出院达1321人 Tesco网络订单暴增 新冠肺炎肆虐影响了国家经济 导致不少行业的老板面临亏损 但Tesco的收入却不减反增 Tesco表示在行动管制令实施后 公司的网络订单暴增 因此决定增聘新员工 以维持服务素质 在疫情期间 为了回馈读者 新周日报特别安排一系列的演说 以线上Zoom直播的方式 和读者加油打气 4月9号早上10点半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工会 全国总会长拿督江华强 将会在线上分享 对抗疫情的商业对策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您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国际新闻 好害羞 日本推出凶罩口罩 这个画面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 你没看错 他们戴的其实就是凶罩 随着新冠肺炎的持续扩大 许多地方的防疫物资 都面对着短缺的问题 而日本的一家内衣厂 为了应对这个时事 推出了凶罩口罩 根据报道 这些精美的口罩 不仅戴起来舒服 还可以在配合清洗的情况下 重复使用10次左右 PPAP洗手版 2016年 因为一首PPAP而爆红的 日本滑稽歌手Pico太郎 日前为自己的爆红歌曲改编了歌词 在歌曲中劝着人们要勤洗手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洗脑的曲子 疫情来袭后 由于面对行动限制和经济压力 很多国家出现了家暴数量激增的现象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由于人手不足 一些家庭暴力避难所也已经关闭 没有关闭的也已经满人 因此他呼吁各国的家暴停火 不要再为正对抗疫情的国家机构 带来更多的挑战 家原本是一个保护我们的地方 是一个避风港 没有人应该要在自己的家里面 面对恐惧还有暴力 请停止家庭暴力 还原家庭该有的温暖 谢谢 这个疫情呢 对实体店面的冲击真的是非常大 但人们对于网络购物的需求 也大大提升了 接下来互联网将是一个 非常激烈的这个商场 我相信接下来的日子 也会涌现非常多的YouTuber和自媒体 那在这里祝福你呢 能够早日swing这个时代的改变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 郑彬燕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祝你一切平安健康 我们明天见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 我就是要你好看 我就是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